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超原青浦的韓式青石料理店 一进门挑高与明亮全白设计 让人误以为是间咖啡店 店家更将韩剧中常见的 路边摊步障马车神番源 让人不用出国 也能感受到地韩国街边文化 而且所有餐点原物料 坚持从韩国进口 就是要给大家身处韩国的既视感 严肃鸡真的是台湾不败的国民小吃 在竹北有一家 在地人积推的严肃鸡 吃起来特别不一样 又香又酥 重点是趁热吃还能嫩到出汁 66年吃的创办人曾信华 原本在科技公司上班 遇到2008年金融海啸 股票惨遭断头负债累累 最后靠着不同反响的严肃鸡 翻转人生 分店一间一间开 在台湾一般最常见的 就是日韩口味的烧烤店 但这家餐厅非常特别 卖的是风味独特的 大陆东北烧烤 不只能吃到香料味十足的烤羊腿 还能真正见识到 东北人万物皆能烤的功力 您吃过留眼睛吗 您尝过变态级的辣鸡翅吗 道道都等着您来尝鲜喔 乐儿的琴声响起 弹奏钢琴的 是餐厅的总经理George 小洛伸手因为音乐 在这间相当典雅复古的西餐厅 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今晚是餐厅的绝世之夜 在台南的购物中心里 总经理George 用音乐 艺术还有美食 打造了一个适合聚餐 小酌放松的餐酒馆 从浮城古都的一个餐厅 变成是 变成是有点是 都会的时尚的一间餐厅 所以我们最后一个价值是时尚 是因为想要跳脱 传统台南的元素 George将自己的生活经历 放在餐厅里头 这间餐酒馆 最早从安平港发迹 后来在台南购物中心里头 再度开了分店 这里的料理做的是欧风 从威灵顿牛排 波士顿熔虾 卤烤脆皮樱桃鸭胸 到炭烤丁谷牛排 餐点的选择相当丰富 这个异国料理我们定调 其实一切都是源自于 自己的生活兴趣 因为我一年都要跑国外 四到六趟 我很喜欢到处吃美食 喝美酒 那就希望我在国外体验到的 那些料理 异国道地料理 能够回来到 介绍回来台南 让台南的朋友 都能够有机会吃到 把异国料理带回自己的故乡台南 其实George一开始 家里也并非从事餐饮事业 开启餐厅真的是纯兴趣 甚至在店里头看到的 听到的 也都跟George的生活经历相关 本业家里是 家里是做汽车零配件 那天做三十七年的 都是龙冰冰的机械 自动化生产 讲求效率管理 那餐饮我觉得很有趣 它让我这个副业 让我能够稍微改变一下我的方式 它让我更有温度 丁谷牛排在煎台上滋滋作响 香气扑鼻而来 煎完之后 还要放上炭炉来制烤 增加风味 石板上以青花菜甜椒糯米椒 作为盘式 鲜明色彩搭配 再将烤好的牛排切片 炭烤丁谷牛排是经典意大利 佛罗伦斯必吃的餐点 师傅同步处理数道菜 不求快维持品质 这道常见的波士顿龙虾 也是市场新鲜直送 趁着龙虾还活跳跳的时候处理 剖半后将虾头 不能食用的塞剔除 仔细清洗后 先把龙虾放进锅炉清蒸 蒸好后的龙虾还没完呢 用探针先确认龙虾熟度后 上头摆上起司条 还要再进烤箱里头焗烤 这一道焗烤波士顿活龙虾 师傅也是小心翼翼摆盘 撒上玫瑰盐 龙虾上头撒点胡椒提味 这些餐点光用看的也是一种享受 那两个小时 你有吃的艺术 看的艺术 听的艺术 你沉浸在这三观的感受 那这才是完整的维熏的体验 不惊喜是它的菜色 我觉得更享受的是它的气氛 它还有音乐 然后包括它的服务态度 整个流程 我觉得都不输米其林餐厅 那尤其是波士顿龙虾还有鸭胸 这两道也是我最推荐的 美食饗宴的沉浸式体验 不仅触目所及 有寄卖的艺术画作 舞台上也经常能听到Live Band 乐手的音乐表演 George说他自己也很热爱音乐 大学就开始玩乐团 我大学玩乐团 我是鼓手 对 这边的鼓手 鼓跟钢琴都我自己搬来 那其实表演的老师 也都是我们之前有配合过的 一些音乐老师 那很有趣的是我们知道台南浮城 地灵人节 酝酿很多文学 艺术 音乐人才 可是大家都在台南很难能够 有舞台的发挥 所以还是一样 我们维俊还是一个平台 我们想要让台南的音乐人 也能够有一个发挥的地方 让餐厅成为一个平台 也是艺术家惠翠发挥常才的舞台 George的餐酒馆虽然只是副业 但他可是很认真地进修研究葡萄酒 不单单只是餐厅老板 还是一位专业的试酒师 你有看到这边有泪痕吗 其实我们英文叫legs 或者是叫tears 那这个酒痕就是它的 其实就是它酒精浓度 酒精浓度越浓 它其实就越慢 也有可能它是越 比较年长的酒 越年轻的酒 它就没有那么高的浓度 George分享品酒的一些小知识 要了解一款酒 首先要仔细观察 眼睛看完 还可以利用鼻子来闻 而闻酒更有各种技巧 闻酒也有很多种方法 我们去摇晃它 摇晃它的目的是 第一个让它氧化 接触更多的空气 然后第二个是 让整个酒香的气味 可以充满在这个酒杯中 然后第二个就是 有点距离地闻 你再来就是塞进去闻 在酒杯当中 可以闻到果香 花香 而最后一个步骤 品酒 可不是牛饮干杯 让George来示范 专业试酒师 是怎样品酒的 这是我们试酒人的一个 品酒人的一个习惯 很多人会觉得不雅 可是其实我们的目的是 为了让酒 义能够充满我们的嘴巴 那因为丹宁我们是用 我们的牙龈这边 牙龈这边会色色的 那个就是丹宁的效果 那丹宁是酒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那所以整个这样的过程 我们就是用我们嘴巴里面 所有的器官跟味蕾 来好好的认识这支酒 要品尝葡萄酒的丹宁 酸度 酒精 跟不同款酒的尾韵 也是各有千秋 要成为跟George一样的 专业试酒师 不必跑到国外去上课 这间创意西餐厅 正好就是台湾酒研学院 在台南的合作伙伴 而餐酒搭配理论 最好的实践场域 也就是在这里了 简单的调个味 然后翻面再调一次 然后再用油去稍微封住它 源于欧洲的威灵顿牛排 制作过程就繁复了 菲力牛排调味过后 要先进烤箱 约两分钟时间 接着上煎台去煎 切面的话先煎 对 然后它里面焦黄色 然后再翻面下去煎 煎好之后 还要把菲力牛排 送进烤箱再烤 熟成好的菲力 要放置在派皮 火腿 还有一大匙的松露酱料 严密地包覆起来 再来这个是我们自己制作的 鵝肝慕食 它这个里面成分是用鸡肝 跟鵝肝下去做调和的 最后再将派皮收边 再进烤箱进行最后的酥烤 外头有酥皮 里头横剖面 呈现建成粉红的威灵顿牛排 就完成了 进阶的试酒师还会推荐 相应搭餐的葡萄酒 一点点的草根味 带一点辛香料 然后有蒙肉的原润 这就很适合搭我们可以介绍的 威灵顿牛排 因为威灵顿牛排它里面有菲力 菲力外面包着培根 所以它有牛跟猪的香气很足 那刷厚厚的松露奶油酱 松露奶油酱 外面还有酥皮 所以它是一个口感很炸裂的味道 你如果用一个太轻薄的葡萄酒 会被它压过去 它蛮好吃的 就是外酥内软 那就是那个肉汁都会锁在里面 还有那个红酒啊 搭配也都不错 店家推荐的 它那个吃起来的味道特别香 而且还会有喷汁的感觉 而且那个骨头你在吸的时候 都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味道 令人感到幸福的 不仅仅是美食 来到台南 晚上还可以到渔人码头 来趟金色流域的运河之旅 我们今天走的航线很特别 叫做金色流域 而且你们在这个时间点 真的非常恭喜你们 金色流域最美的时间 就是七点 在台南最夯的水上观光行程 以安平运河家岸的美景 感受浮沉风光穿桥而过 有如金鱼骨架的成天桥 拱形桥梁映照水面 形成月影的望月桥 又好似杨凡的携张桥 新临安桥 在水光桥的映照下 为台南的旅程 画下一个美好又缤纷的据点 雪肠在韩国有很多种的词法 它会因为地区性的不同 像首尔的 他说他就是习惯沾盐巴跟胡椒 可是可能另外一个地方 大秋啊那些 他们也会喜欢沾 大藏年糕酱 就不太一样 它汤很浓郁耶 然后它豆腐 跟我们台湾的豆腐 吃起来不一样 很像豆花 可是又不是豆花 就是很香 然后那豆腐吃起来就是 不一样 蛮特别的 今天台湾百味采访小组 要来介绍什么隐藏版美食呢 这间隐身在桃源清浦的一处大楼里 大门口的咖啡色膨胀 很有欧洲街头的感觉 加上一进门 挑高跟明亮全白设计 会让人误以为这是间咖啡馆 但其实它是一间韩式青石料理店 一进来然后又挑高设计 觉得还蛮温馨的 很漂亮它一楼是白色的环境 可是二楼的话也都是 还是很韩国路边摊的那种 道地的环境 我觉得很不错 店家利用二楼的小空间 将韩剧中常见的路边摊 步障马车神还原 让大家不用出国 也能体验道地的韩国街边文化 二楼就是我们是用 像韩国路边摊步障马车这样子 对 那就是色系 就是暗红色这样子 对 那包含像我们的餐具 都是跟韩国路边摊一模一样 就我们老板娘 韩国老板娘直接从 韩国带回来的餐具 就是要让我们的客人就是 你没有去过韩国没关系 可是韩国的风格就是这个样子 而这里不只是环境十足韩式风格 店家使用的原物料 也都坚持全从韩国进口 就是要给大家身处韩国的既视感 就包含所有我们的盐巴 那些麻油什么都是韩国进口 里面大辣小小调味料 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 对 就是 就是要让客人吃到 韩国味道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我们的这个娜比套餐 因为它里面就是有包含小份的辣炒年糕 还有加鱼板串 就会让就是 你想吃鱼板串 你又想要吃辣炒年糕 点我们的套餐就很适合 就都吃得到这样子 像我们的鱼板串就是 我们会先用我们的萝卜鱼板汤 先去煮 就是加热它 然后再上桌 所以它的味道 就会属于比较清爽一点 这家韩式清食料理店 能够有如此道地的韩国风味 全是因为创办人 是一位韩国老师 加来台湾后 想吃道地的家乡味 因此开了这间餐厅 而现在的主理人叶莉莉 则是从爱吃的熟客 变成了合作伙伴 因为她想要专心教书 对 然后她 因为她能知道我本身就是 也是餐饮 餐饮系毕业的 然后对这一块 就是韩国的文化跟料理 很有兴趣 对 然后我们就是会聊啊聊 然后后来就觉得说 那我可以帮她 就是管店里这个部分 让她可以安心去教书 那究竟是哪一道美味 让主理人从当客人时 就念念不忘呢 我们赶紧请她来推荐一下 就是玫瑰酱 然后还有饭卷 我们玫瑰酱里面 就是传统的辣草年糕 它就是 是辣草年糕的 辣粉那些而已 可是像我们玫瑰酱 就是还有加一些牛奶去中和 那像不敢吃辣的 或是像我自己的小朋友 就是都会敢吃这个 因为它的味道就没有那么重 然后也不太辣 没有那么辣这样子 看起来红红的 可是事实上它牛奶 有去中和它的那个辣味 这样子 就比较不会那么辣 我觉得它的奶香味比较重 然后它的面跟那个 有点像起司的味道 融合在里面 有热狗啊 鱼板那些的 对 比较 如果对于比较不爱吃辣的 比较适合啦 我们饭卷都是使用紫米饭 对 然后里面我们包了 很大量的蔬菜啊那些 就是吃起来会比较清爽 我们紫米饭就是会有稍微用 麻油去调味过这样子 就是让它会有一些香味 我们里面会包蛮多的就是蔬菜类 对 还有一些起司 像一般我们可能比较常看到 寿司饭卷啊 里面会属于饭多 然后料或许 可能加的比较没有那么多 可是像我们家的饭卷特色就是 我们的饭跟一般的饭卷比 我们饭偏少 可是我们里面的料 蔬菜量啊 跟一些起司蛋啊 那些量就比较多 黄萝卜就是让它 增添它的风味 韩国的它是整个是 甜甜的 然后就很开胃这样子 食材比较粒粒鲜明了 我觉得不会像外面的饭那么黏 然后吃起来也很香 海苔饭也是非常的 比外面的好很多啦 就都很入味 它的饭卷口感就是菜比饭还要多 然后整个吃起来是很清爽的 可是一份吃起来也还是很有饱足感的 对 然后鱼板汤也非常倒地 它的汤还可以一直续哦 我觉得很划算 喜欢喝汤的都会很喜欢 除了这些在台湾常见的 基本款韩式小吃 这里也提供比较少见的 韩国街边国民小吃 血肠汤 血肠这个我们是行就是 台湾这边韩国的店 就是老板去帮我们制作血肠 那里面就是有猪血冬粉这些 那韩国传统的部分是 比较没有再加红萝卜跟葱 那台湾这边就是 为了让它口感更丰富 它会加一些葱跟红萝卜在里面 我们现在先炒我们的洋葱跟蒜末 就是先爆炒它 把洋葱的甜味炒出来 然后接下来就加水 然后这是现在要加的是紫苏籽 对 紫苏籽 就是那个紫苏叶的那个 然后它去变成粉 磨成粉这样子 紫苏籽 这样然后就加进去 因为它会有一个自己的香气 然后接下来再加鱼露 鱼露 然后接下来再加这个虾酱 韩国料理很常用到这个虾酱 它也是会有一个 就是会有自己独特的一个味道 就提升它的鲜味这样子 会先加两小片的血肠下去 先一起煮 先一起煮 就是把血肠的一些味道 先煮一些进去这样子 将血肠煮入味后加入猪肉片 大量黄豆芽与韩国冬粉 来丰富口感 等配料都吸饱充满血肠风味的汤之后 一碗倒地的血肠汤就能起锅 不过因为血肠容易煮散 最后一定要补上鸡片 蒸制好的血肠才能美味上桌 它就很像吃那个 人家台湾的那种荤层的感觉 荤层 对 就是粉肠 对 然后吃起来QQ的 然后其实你说 因为好像一般会怕有味道 对 其实因为它沾酱之后 其实就QQ的还蛮好吃的 蛮特别的 我们之后会推出就是血肠 就是蒸好 然后就直接切给客人 直接当小菜这样子吃 因为其实在血肠 在韩国有很多种的吃法 它会因为地区性的不同 像我们另外一个 韩普朗面酱它是首饵的 它就是习惯沾盐巴跟胡椒 可是可能另外一个地方 大秋那些 他们会喜欢沾辣草年糕酱 就不太一样 许多人最爱的韩国拉面 在这里也变化出 多样的料理方式 喜欢重口味的吃辣一族 一定不能错过 辣猪肉 豆腐拉面 一般是小辣程度 如果想要更辣 还可以调整辣度 这是韩国的调味料 这是泡面粉 泡面粉 对对 韩国有这样的调味料 有 对 可是它又是特制的这样子 对 然后再加一点鱼肉 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是 就加我们自己熬的辣油 里面我们会放五花肉 韩国的那个汤饭类里面 拿锅类其实还蛮会加黄豆芽这样子 像豆腐的部分 我们原本是使用就是我们台湾自己的嫩豆腐 那像我最近就有找到就是韩国的嫩豆腐 就我们会让客人可以加这样 你可以试试看韩国的嫩豆腐跟我们台湾的有什么差别这样子 韩国豆腐 它跟我们的豆腐比较不太一样 它的口感是不是 更软 更软就是 然后香味 豆香味也蛮重的 就是比较香 我们会先煮滚 然后再开始加我们的面 才不会说到客人桌上的时候面会过烂这样子 它汤很浓郁耶 因为我很喜欢喝汤 那第一口喝下去就觉得很够味 料很多嘛 然后因为它是辣豆腐 然后它豆腐跟我们台湾的豆腐吃起来不一样 很像豆花 可是又不是豆花 就是很香 然后那豆腐吃起来就是不一样满特别的 像它的泡菜也都是自己做的 然后它的泡菜的口味吃起来也非常的道地 然后也有够酸够味道 然后还有我们刚刚有点这个韩国的冬粉也是很好吃的 我们的汤跟我们的泡菜 像我们泡菜都是自己手工做的 对 还有我们的纸米饭 我们店都是供应纸米饭 对 然后客人就是只要不够都还可以在 跟我们说我们就是在帮客人再加饭 然后泡菜都是可以 就是无限序夹没有额外再收费这样子 现在什么都涨就是薪水不涨 还有如此不计成本的良心店家 就是要给客人最超值的用餐享受 喜欢寒风轻食街边小吃的朋友 不必飞到韩国来桃源清浦这边 一样也能过过瘾喔 平常常常经过 然后都满多客人这边 然后其实满香的 所以就会想要进来试试看 它这边咸酥鸡是现炸的嘛 然后我觉得它就是咬下去 有点喷汁的感觉 传统的做法就是先炸一批起来 然后客人点了之后再二次回国这样子 我们的盐酥鸡都是现点现炸 所以我们的盐酥鸡吃起来是外酥 内嫩然后又多吃 今天台湾百味采访小组 要带您来到新竹竹北品尝国民小吃 盐酥鸡 不过这里的盐酥鸡特别不一样 又香又酥 重点是热热的吃还能嫩到出汁 我们的盐酥鸡都是现点现炸 就是从生肉开始 客人点了之后生肉我们一次把它炸熟 这样子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去 保留到里面的肉汁汤汁 所以我们的盐酥鸡吃起来是外酥 内嫩然后又多吃 传统的做法就是先炸一批起来 然后客人点了之后再二次回国这样子 当然能够有如此美味的盐酥鸡 除了炸法比别人更费功 就连事前的鸡肉选择 腌肉过程也都相当讲究 我们盐酥鸡是选用鸡胸肉 然后是选用当天现在的温体鸡 因为温体鸡它没有经过冷冻 所以它的鸡肉的纤维不会被破坏 然后可以最大程度的保留鸡肉的鲜甜 对 然后我们再搭配我们的密制的腌料 就是我们会有胡椒 然后会有炒果 然后会有甘草粉 对 就一些中药的香料 十几种 那我们依照不同的比例下去调整 是不是最好的步骤就是一边淋 然后一边慢慢的按 对 它会酱汁会比较均匀 来 再来 腌制的过程中就一并去按摩 那按摩的过程中呢 因为我们会让鸡肉的纤维 去有收放的一个效果 那腌料就会比较容易吃进去 那我们按摩的过程必须要顺时针 不停地搅拌 要按到就是酱汁有稍微变得比较浓稠 然后稍微有吃进去之后 就可以把它放到冷藏静置 我们腌完之后还会静置24小时 然后让它入味 那在这24小时的过程中呢 我们必须要每隔4个小时 要去翻搅按摩一次 它的味道才会比较均匀 比较容易入味 66年次的创办人曾信华 原本是一位在科技公司 做业务的上班族 不料遇到2008年的金融海啸 加上投资不当 股票惨遭断头 欠下了大笔债务 在走投无路之下 决定转换跑道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想说 有没有一种商品 有没有一种产业是说 可以历久不衰的 那我想来想去 只有想到一个就是 盐酥鸡这个产业 因为我们从小吃到大 然后它都没有消失过 在中部啦 中部彰化二林那边 有一个老师傅 他盐酥鸡卖了30年 然后他也快要退休了 所以那个时候就拜托朋友 就是介绍 然后让我去学这样子 他是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做 等于说我去学的话是说 从备料 腌料 从源头开始 我就是可以学完一整套 在师傅那边他们是做带骨的 带骨的盐酥鸡 那时候一开始上来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整套学上来 那客人都一直跟我反应说 老板的盐酥鸡怎么有骨头 对 我才发现说 我们北部这边是比较不喜欢吃带骨的 所以我就选用了成本比较高的 就是去骨的胸肉来做盐酥鸡 我觉得它里外面的咸酥鸡 还要更脆一点 然后里面也更嫩 因为它这边咸酥鸡是现炸的嘛 然后我觉得它就是咬下去 有点喷汁的感觉 然后加上有 它有提供洋葱跟蒜头 就可以刺激你的味脸 我就觉得还蛮新奇的 虽然店开在竹北 但他们家的盐酥鸡 在高雄市举办的 杂物加年华比赛 是连续两年得到当地人的肯定 高雄市政府在2022、2023这两年 有举办国际杂物的加年华 它邀请了全国全台湾 大概四五十家的杂物盐酥鸡店 然后一起去做一个竞争 我们麻香盐酥鸡这次产品 然后得到了创新风味奖 然后再加上就是现场观众票选 然后人气最高的最佳人气奖 然后我们连续两年都得到了 现场的最佳人气奖 我们这个麻香盐酥鸡这次的风味 就是因为我们加入了青花椒 还有大红桃花椒 对 它就是增加它的一个香气 还有麻度 对 它不会辣 淡雅的一个香气 然后会带着淡淡的柠檬香 很像吃麻辣锅的那个辣椒 那个感觉会麻麻的 之所以这间盐酥鸡在竹北极富盛名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间盐酥鸡店 里头还有着氛围感十足的内用区 可以让三五好友坐下来好好享用 我是公司同事聚餐 然后介绍来这里 然后一吃就是咬住了 我就会很接地气 很喜欢这种氛围 然后像我们公司同事朋友聚餐 都会选择在这里 平常常常经过 然后都蛮多客人这边 然后其实蛮香的 所以就会想要进来试试看 或许现在内用吃杂物串烧并不稀奇 但是在十多年前 这在新竹可算是创局了 不过创办人曾信华说 能够有现在多家分店的新味成绩 都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多那么一点坚持才成功 第一次就是在路边摊的时候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太累了 一天十六七个小时 其实没什么休息时间 然后加上因为是新创品牌 也没有也不懂得行销 所以那个时候业绩很差 对然后连自己的薪水 几乎都快赚不到了 对所以那个时候 路边摊坐了一年 其实第一次就决定想要放弃 那只是说在想放弃 在思考的这个过程中呢 刚好遇到一个机会 就是可以转到车棚的这个位置 第二次想放弃的时候就是 我们在车棚这边呢 已经做出一点成绩了 那可能就是因为油烟的问题 然后一些合约的问题 然后房东他不愿意续租 那那个时候因为我们附近也没有 没有比较好的店面 既然老天爷不让我走这条路 那我也想要放弃了 那只是说在有这个念头的时候 我们的工读生他就跟我说 我们累积了这么多年三四年的客人 其实客人对我们的评价都蛮高的 那就这样子收掉会不会有点可惜 所以就是因为工读生这一番话 就让我觉得好 我再坚持下去 我再去拼拼看找找看店面 因为那个时候是因为也找不到店面 对 那就是这样子再坚持了一个礼拜 所以刚好遇到现在的这个点 而有餐饮经验的人都知道 厨师人才难寻 也往往左右一间餐厅的生存 原本对厨艺一窍不通的曾信华 努力把严肃鸡做出口碑后 非常幸运的 有了两位优秀的厨师加入团队 76年次的陈明翔 拥有多年的快炒厨艺经验 本身也开过餐厅 对于各店 营运管理 有非常大的助益 我是负责现场的管理 两间店家管理 还有一些产品的研发 跟口味上的调整这样子 我想说替店里增加一些新元素 一些东西 对 跳脱传统的那种思想 就有咸素店就只有 单纯就有咸素机 我想到有点复合式的感觉 对 会新增一些新产品 一些种类不一样的东西 当初照烧皮蛋是因为我们 当初有卖一份叫炸皮蛋的动作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们 后来有新增一些新的串烧料的东西 然后我们后来又研发了一个照烧酱 蛮特别的照烧酱 所以后来我们有一天 突然想到把它两个做一个魅巨的动作 发现还蛮合适的 然后我先将我们的皮蛋 加入我们这个面浆粉里面 里面有加一些蛋 面粉 一些特别的东西香料在里面 防止它里面就是炸的果干这样子 叫做酥脆粉 让那个口感上增加一个脆度 一个酥脆的感觉 炸的过程中我们也不会炸太久 中间那个黄太干也不好吃 要带一点会流浆的感觉 然后这时候我们要上我们的酱了 然后少少我们的炒鱼片 而86年次的冯宇明 则是餐饮科班出身 除了菜色的美味呈现 也为餐点制作SOP 让未来的展店计划 打下更好的基础 也因为有了这两位胜利军的加入 让曾信华的盐苏基居酒屋 如虎添翼 菜色也变得更丰富多元 我常常去各个地方 看一下不同的文化 衍生出来的 我们学用的是海水的鲁鱼 我们是用炸的方式 锁住鱼肉的鲜甜味 然后再加入我们的川味麻辣底料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香辣烤鱼的底料 爆香的炒制过程 然后麻辣酱是我们自己做 大红桃青花椒 还有各种中药材香料 是做合成的 自由我们台湾人当地口口味 不会太辣 把它的酱香味 辣味炒出来 加入我们的蔬菜高汤 然后煮滚之后 我们会加入我们的青花椒粉 提升它的香气 还有麻醋 然后越煮会越入味 烤鱼很好吃 因为它没有土味 然后再加上它的辣度是 一般人都可以接受 不会到太辣 然后它的香气很足够 然后你煮越久 它的味道就是越浓郁 就是更好吃入味 而且千万不要以为 这样的平价型居酒屋 厨房出餐则讲求速度 这里的餐点 样样都有自己最佳烹煮时间 不因为球快而提前起锅 像这道客人都赞不绝口的汤品 就是精心挑选食材 费工熬煮的 主要是我们是用选用台湾的 钓鱼下巴 它下巴本身比较 富含比较多的油脂 所以熬汤头的话会比较浓郁 传香 这个是用我们自己熬制的蔬菜清汤 可是像这样子 在熬煮的过程 不会让鱼肉变 不会 这就是因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会选用鱼下巴的关系 因为它油脂比较豐富 所以它不会老化 像汤煮到比较乳白色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加入蛤蜊 提高它的鲜味 我最喜欢的是现鱼蛤蜊汤 为什么 因为它的咖啡很鲜 鱼的话它充满很多浇质 那你觉得它的汤口感怎么样 不错 很鲜甜 用料很实战 小朋友你觉得它这边的东西 什么最好吃 全部都喜欢 妈妈喜欢的 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还蛮好吃的 我最喜欢 炒泡面吧 炒泡面 它不会炒到很烂 很Q 它的面是Q的 然后它那个辣味辣度是够的 喜欢吃辣的应该都会很喜欢 烤屋也是 它的酱不太一样 就是有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烤屋 它就有不一样的酱就跟它 就是蛮香的 俗话说得好 三个臭皮酱胜过一个诸葛亮 这三个不同世代的好伙伴合作无间 让曾信华不用孤军奋战 一起将严肃鸡居酒屋的品牌打得更加响亮 让这样一间评价美味又能放松心情的好地方 它全台都知道 炒鸯腿在我们那边也是非常流行 吃鲜啦 就羊肉的鲜味 灵魂就是那个撒粉 它这有一股特别的香味 但这个就是东北的很机密的配方 东北烧烤的特色就是万里飘香 道道地利的东北烧烤 所以让我流连忘满 跟台湾本地的一些烧烤是不一样的 台湾人爱吃烧烤的程度可是不输爱吃锅 位在台北市民大道四段 甚至有烧烤一条街的称号 也是享受深夜美食的天堂 而这间东北风味的烧烤店 在这个美食战区中非常的独树一格 喜欢香料风味的韬客们 一定要纳入口袋名单哦 主要的特色烤羊腿 烤羊腿在我们那边也是非常流行 它里面有一点香料 但是其实吃鲜啦 羊肉的鲜味和香料的部分主要就是说 会有一点解腻之后里面让肉里面有香 好 大概也要烤个四十分到一个小时 这里的烤羊腿选用的是澳洲小羔羊 用香叶 小辣椒等祖传秘方腌制 去骚提鲜做工相当耗时废工 在这里是桌桌必点的招牌 大分量的烤羊腿相当有东北人大口吃肉的豪迈感 餐厅还有贴心的桌边服务哦 这个我们切的时候要先切它的皮 因为我们的羊腿烤到七分熟而已 这边烤边吃 先把它的皮吃它的脆 然后里面这个肉都还是红的就可以这样子 这里有一个卡榫可以边烤边吃 就是先吃它的皮再吃它的肉 所以你们会先把客人把皮都切开 对 基本上我们会先示范把皮都切掉的 然后过后肉的时候让客人自己体验 然后切的时候都是要切薄片 薄片 对 薄片 其实这里面这种肉已经算是 这个肉的熟度已经算是刚刚好了 一般男生喝酒的时候喜欢有嚼劲 他的羊腿好吃 越嚼越香 忘不了这个烤的味道 82年次的老板耿毅童 当初为何舍弃较大众化的日韩烧烤 而选择了台湾较少见的东北烧烤店呢 耿老板说因为自己是在大陆东北出身 16岁来台湾后就常常想起儿时的味道 也是爱吃 想念加香味道嘛 发现台湾没有这种烧烤 东北烧烤的味道了 之后刚好就是 也是有这个缘分得到了一个配方和秘方 我们从小的时候就 没事就会出去烤一烤啊干嘛 只是说我们没有那么专业 所以说我们想开之前我就去学了快两个月 之后就是让自己更专业一点 店里主打的东北风味烧烤 不同于台式或日韩烧烤 喜欢用酱料刷烤食材 东北风味烧烤的特色 就在于大量使用新疆的孜然 还有自家秘制的撒粉 灵魂就是那个撒粉 它是有一股特别的香味 这个东西就是里面有十几种的 有坚果类 也有中药类 对 这个混在一起 但这个就是东北的很机密的配方 店里独家秘方的砖红色干式撒粉 是东北烧烤的重要灵魂 摆搭各类烤物是属于重口味的香料 撒在食物上光用闻的 就让人胃口大开 我们这个烧烤不光是自然的味道 它跟那个撒粉的重要性也占很大 我们会针对每一种串去对它的 对应它的该做什么味道的 自然羊肉的就是 其实它跟烤羊腿不一样 烤羊腿是吃鲜 但是羊肉的话我们主攻的是孜然 就是它会比每一种串的孜然都多 就是孜然羊肉 孜然羊肉 它就是属于从新疆过来的 它羊肉是没有羊烧味的 这边是 因为我是大陆人 所以说这边跟我们那边的口味比较相同 然后跟台湾本地的一些烧烤是不一样的 这边可能孜然味 辣椒味会重很多 就是我个人会比较喜欢吃 这种会比较多一点 东北风味烧烤 除了一般常见烤肉块 有许多烧烤店较少见的烤物 有一说 东北万物皆可考 来到这里可真是见识到了 像牛眼睛 牛心管 牛板筋等 都有非常特别的口感与香气 喜欢嚼劲的陶克一定会爱上 牛的眼睛切片去做的 就是就看敢不敢吃了 它那个眼睛主要就吃口感 那个会比较有嚼劲 牛眼睛可能就是吃起来像筋一样 我们要先把它蒸熟之后 变成一个固定形状之后切片 之后再去腌制烧烤 我吃的时候我并不觉得它好像是 这一个部位吃起来比较QQ的 就我觉得口感还不错 板筋它属于一个特别的部分 在我们大陆是非常常见 大陆叫牛蹄筋 也叫板筋 它就是吃起来吃自然的味道 但是是吃口感 它吃起来真的像蹄筋蹄筋 很有嚼劲 但是很好吃 这里整只牛从里到外 从头到尾 几乎都可以放在炉子上烧烤 其中牛心管 老板还会特别刷上一层自制辣酱 呈现另一种烧烤风味 心管也蛮特别 它是属于另一种味道 算是辣酱味的 它就不算自然味道的 它算是一种我们特调的一种辣酱 它的烤的心管也好吃 脆脆的 是一般女生爱吃的心管 来这个地方就是无味的喝一杯小酒 配配辣的东西 除各部位的牛肉串 这里的猪肉串也相当特别 像这串 旺金小妖 光听名字就相当有中国风情 是老板在猪肉食材做的创意结合 旺金小妖就是我们用的猪腰 然后说腌制也是腌制 我们那个特别的酱料 就让它去烧 去腥 之后外面要包一层 我们的牛油烤起来 之后就是外焦里嫩 对 也是有一个秘制的味道 一个月来差不多四到五次 有时候到八次 忘不了这里的麻辣的味道 这串变态辣鸡翅 可是试辣者 天堂极享受 据说很少能吃下第二串 就可以知道它的辣度有多惊人 我今天有挑战他们的鸡翅 不错 但是吃下去 可能跟我平时吃魔鬼胶的 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吃下去你可能就会整个觉得 舌头麻麻的 好像还算挑战成功 一万倍的磨歇辣椒 变成辣鸡翅 但是大陆的话也不是每一间店都有 因为它是我真正从小的时候 去一间店有吃过的 为什么叫变态辣 它就是不是能想象中的辣 出这道菜真的就是为了小时候了 想念那个味道了 就是靠着这股思念的味道 老板耿一头 出身之独不畏虎 17岁踏入餐饮创业至今 目前已有5家不同形式的 东北风味餐厅各有风格 而这里除了各类烧烤及海鲜 最后的海鲜酱也是这道菜的灵魂栏 我们要加蒜片 姜丝 辣椒 这样要小火爆香 放入干辣椒丝 这是我们店里自制的 在下白酒 我苗头很大哟 要小心哟 虾屁股与蜜质海鲜酱 白酒等调味料 充分炒制均匀 加入清水熬煮熟之后 最后加洋葱拌炒 香菜提味 一道色香味俱全的大排档料理 就能上桌了 吃起来的味道偏麻辣 偏像于鲜麻辣 内地的朋友 他们都觉得是说 终于能在台湾找到一个 跟大陆一样的味道 肚子饿了吗 这间位在台北市民大道上 有着独特工业风格的 东北烧烤店 是一家您不能错过的 深夜食堂喔 牛三宝 所以我们比较多的 最后的等待会我会有 就会让它们来吃 吃到一口 所以我们的吃牛汤 比较重口 那它带一点小辣 那和风酱上面有荊棘 你也可以解腻 屯白汤一定要配浓沾酱 因为你先喝一口汤 那我们的白汤的清 先吃清的 然后才可以再吃重口 就是把面加到浓沾酱里面 就吃清跟重你都吃到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